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可以用笔通过语言把它表现出来 把它描摹出来 人间没有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人 是不可以描述的 除非是见不得人的事情 见不得人的事情不仍与人言 还是可以写下来的 而语言艺术中最万能的就是小说艺术 小说的历史发展短于戏剧 中国的戏剧历史悠久 可是小说后来沮丧 一本小说可以代替很多的戏剧 一部《红楼梦》可以把一个时代再现出来 你靠一台戏剧恐怕有一点困难 靠一部电影也有一点困难 现在电视连续剧能够补这个稍微的不足 但是不如小说 李志诚 有一个作家 一个河南的老作家 姚雪莹 终其一生 写了一部 李志诚 一直到他去世后的三个月 他的小说才完全出奇了 他从63年开始写 一直写到1999年 整整用了36年的时间 用他自己后来回忆和大记者问 他说他从57年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 57年到63年 又要加上6年时间 也就是他用了42年的时间 来写这部小说 这个99年 8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给他出了 李志诚 将近四百万字 他把明朝末年 怎么被农民奇遇军攻破 摧毁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他特别在这部小说里面 历朝历代 比如说过去文革前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写过朱元璋 写过海瑞罢官 都对明朝的历史感兴趣 海瑞罢官 原来中央是肯定的 毛主席是肯定的 后来有人告状 有人挑拨离间 于是就怀疑了 于是武汉就被打倒 文革中间 他跟他的爱人和他的养女 因为他没有生育 都惨死于文革期间 那么姚雪盈的不容易 由此可见一斑 他还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 在文革前 他就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因为文革前 你看他六三年就出版了第一卷 李志成 毛泽东是喜欢历史的 他看了就很感兴趣 他就指示完任重 中央的一个边关 大力 他的上班地点在湖北 在武汉 但是荷兰是归他管 就像华东 市委书记 华东局书记是科庆师 你们不知道了 我们福建 江西 浙江 安徽 江苏 上海 六省一市 就五省一市 就叫华东局 都归他管 王任重就类似于这样子 跟他评级的 毛泽东交代王任重 姚雪盈要保护好 要让他写好李志成 王任重传达领袖的指示 不过夜 开完会晚上就给他的办公厅主任 武汉的办公厅主任 打电话 叫他传达毛泽西的指示 然后才有了 姚雪盈 在文革期间都没有中断写作 然后粉碎四人班以后 邓小平 重新出山以后 也专门派人 去问姚雪盈有什么困难 姚雪盈说一点困难都没有 可是过了半年 他发现 中国的天真的是变了 他主动给邓小平写信 他哪里是没有困难 他是不敢讲而已 文革前就因为毛泽东关心了一下 中国的小人就妒忌他 给他带来的这种压迫和妒忌 比领袖的关照更糟糕 所以说他不敢讲 后来发现改革开放真的天变了 左派真的失事了 邓小平马上 他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马上按照他的要求给他解决了 那个时候 1979年 他正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面 就一间斗市 他大量的资料 大量的卡片 做的卡片 没办法运到招待所里来 很多的生活也不方便 邓小平都给他解决了 所以说才有这 黄黄近四百万字的巨著问世 看这部小说 你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个皇帝 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 崇祯皇帝 朱尤姐 怎么吊死在眉山之上的 崇祯皇帝在明朝的皇帝中间 他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 而且他确实想振兴中国的 可惜 大少江青 他是没办法靠一己之力 能够扶持起来的 这部小说 写好了一个朝代 写好了一个皇帝 很真实的在线 这就是小说的那魅力 也就是语言的魅力 李治城里面 你想想看 他当时的队伍 起义军最多的时候 他的军队达到百万之重 打了很多的大战 就靠 姚雪英的一支笔 靠语言的力量 再献给读者 当时矛盾 给李治城以极高的评价 尤其讲到他写宏大的战争场面 不落三国演义的旧套 三国演义也是写了很多大战的场面 对吧 罗冠中 他认为姚雪英胜过罗冠中 其中一场就是南园大战 当时是李治城低谷的时候 几乎要完蛋了 明朝的主力军围追堵截 他在南园这个地方大打了一场 他是靠着这三四百个少年兵救了他 所以说矛盾给他很高的评价 姚雪英靠一支笔 就把一个又一个巨大的 宏大的战争场面再现给你看 有几个能做到这种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呢 拍电影 一个镜头 你拍个几千人 上万人 你要调动多少的军队 你要花多少的成本 舞台就更不要讲了 一个舞台几十个演员站在台上 就已经很拥挤了 巨大的舞台 如果站上一个两百人的合唱团 也是挤挤当当的了 都不如小说 你想写多少人就可以写多少人 在你的笔下 你可以指挥你的千军万马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即便说外国的小说 也是符合这个规律 三十年前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 西方有一种小说的流派 引进到中国 叫做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小说 我们中国的作家 最早使用意识流小说写作的 就由我们57年反右 被打成右派 后来当文化部部长的作家 王蒙 他算是老一代的作家了 可是他是最早写 学习写意识流小说的作家 1980年第五期的北京文学 就发表了他的纷争飘带 你们不要去图书馆界 你们在网上一搜索就可以了 纷争飘带 你们看一看 什么叫做意识流小说 或者说什么叫做中国作家写的意识流小说 意识流小说 大量的内心心理活动的描写 他不靠故事情节推进 他靠内心心理活动推进 但即使是这样子的小说 它同样是语言的艺术 如果你想看这本书的话 2005年同兴出版社出的 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纪念文集 其中有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 它这个是短篇小说 就在短篇小说卷里面 短篇小说卷就用它的这个小说 完美的这篇小说 做小说卷的总题 还有中篇小说 还有散文集 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 60周年了 55周年的时候 正好我们在北京 参加了它这个活动 北京文学发表了 很多很多优秀的小说 小说的第二个特点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 第一是语言的艺术 第二就是时间的艺术 小说离不开时间 小说又超越时间和空间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 举个具体的例子讲 生活之里面一个人 一天甚至一年的活动 小说里面一句话 甚至几个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过了一年 四个字 一年过去了 又过了一年 五个字 加前面四个字 九个字 两年过去了 甚至一句话 五个字 五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包括你们考进福州大学 四年的大学时光 也可以用一句话 就过去了 时间很宝贵 白居过西 道理就在这里 但同时 小说是时间的艺术 还表现在 一个人 哪怕是在一分钟时间里面 所做的事情 所想的事情 他可以用一个小时 甚至用一天 甚至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来写它 你可以展开 你可以无限地展开 就像前面 可以无限地浓缩一样 既然四个字 可以让一连过去 也可以让四千字 写你一分钟里面 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时间的艺术 这就是小说 相当于忘能的地方 都在你一直比 第一节 小说的特点的 第三个特点 小说内容高度的生活化 这是小说的第三个特点 小说内容高度的生活化 具体举例子讲 演员 你再怎么化妆 就我所知 化妆有两种 一种是淡妆 一种是浓妆 对吧 比较有品味的女子 一般是化淡妆 对吧 比较熟悉的女子 她就化的眼圈 跟大熊猫一样 那个腮帮子 跟猴屁股一样 那么即便是淡妆 你也会看得出 她是化妆的 这就是演员的化妆 可是小说 她可以把一个人写得 你看不出她化妆的痕迹 她可以把一个人 写得活灵活现 这就是小说生活 高度生活化的道理 所以说美国的一个 小说评论家 汉米尔顿 他在小说法成 也翻译成小说教成 你们说的一句话 小说是争流的人生艺术 它是浓缩的 它就是生活的在线 人物的在线 为什么你们喜欢看小说 为什么小说的魅力 能够迷倒那么多的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她一看 跟生活里一样一样 似曾相识 她塑造的这个人物 比如说写一个北京人 在作家的笔下 她再写一个福州人 在作家的笔下 那是不一样的 生活里面 北京人跟福州人 怎么会一样呢 比如说 这是一个北京四合院里面的大爷 他穿着汉衫 手里拿着菩萨 很安逸的样子 他的生活的空间 是多么的局促 他没有宝马 没有乡车 也没有豪宅 可是他活得安逸 生活在他的脸上 是很真实地表现出来的 小说可以做到这一点 他可以把一个人写得活灵活现 把他的生活描绘得 仿佛在你眼前 这是我前面说的 这是一部小说 一部《红楼梦》 能够晒过很多很多的戏剧作品的原因 这是小说后来居散的原因 因为他能够真实地在线 生活场景 而且几乎是万能的 戏剧 电视 都受一定的局限 也正是因为 他能够做到这三个特点 这是小说 具有其他艺术难以企迹的 魅力之所在 你们现在要看小说 我相信桌子上 抽屉里面 就有同学带着小说 你能够带一部电影吗 你能够带一本戏剧来吗 不行 戏剧要演啊 看剧本跟看电影 跟看戏剧表演是不一样的 可是小说就可以 而很多的电影 戏剧 电视剧 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 所以说前面说 中国的明清小说好如烟海 明清戏剧好如烟海 它不如一部《红楼梦》 不如一部《金平梅》 不如一部《如临外死》 不如一部《三国演义》 这是原因 因为小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别林斯基 他就说过 长篇小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而我认为短篇小说 何尝不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它可以再现社会 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 在座的可能有听过他的名字 没有听过今天要记住他的名字 他对俄国文学史的发展 起着理论指导的作用 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 总结俄国文学发展规律的 他可惜死得太早了 他三十七岁就死了 他如果多活十年 苏俄文学是另外一种发展的规模 而我们中国的文学 是受苏俄文学很大的影响的 在座的父母亲 在座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舅舅 苏俄 拜拜 姑姑 姨姨 都受过苏俄文学的影响 你不相信回去问他们 那么别林斯基如果多活十年 我们中国传承 我们中国学习 苏俄文学的养分会更多一点 比如说苏俄有个很著名的作家 叫车尔·李朽夫斯基 知道吗 他就是受别林斯基的影响 才走上革命的道路 才写出 在流泛 在关在监牢里面 关在一个军事要塞里面 用四个多月的时间 写出了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 怎么办 怎么办 连列宁都受他的影响 他把苏联 这个沙尔时期 龙奴至到了尾身 到了末期 那种强奴之末 在那边垂死挣扎 而人民在不断地起来革命 不断地受到摧残 很多青年是看了 车尔·李朽夫斯基的怎么办 才走上革命的道路的 可是车尔·李朽夫斯基 是受了别林斯基的 文学理论思想的影响 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别林斯基 他的理论文章写得很有文采 理论文章常常一写就很枯燥 他很多的名言在这里 今天都还适用 他说 要做一个诗人 需要的不是表露中常的 琐碎的愿望 不是闲散的想象的幻境 不是刻板的感情 不是无病身影的愁伤 他需要的是 对于现实问题强烈的兴趣 诗人必须关注现实 第二 爱情需要合理的内容 正像熊熊烈火 要有油啊 来维持一样 爱情是两个相似的天性 在无限感觉中的和谐的交融 讲友谊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头上 他们并不为了友谊 而相互要求一点什么 而是彼此为对方做一切 办得到的事 你们才入学一年 你们肯定已经有自己 很要好的同学朋友 那是真正的 是友谊为生命的人 而友谊跟爱情是同等的 那就是为对方付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访客